初時給大家解釋, 甚麼是冠心病 冠心病是心臟中的冠狀動物, 出現收窄的情況 有時血液有多餘的氮固醇、脂肪或者鈣化 積聚血管壁,這叫觸氧硬化的過程 冠狀動物就會收窄 當收窄到某個位置 會對心臟肌肉的供血造成影響 從而出現缺氧甚至心肌壞死的情況 俗稱心臟病發,這就是冠心病 一般來講,冠心病有甚麼病徵 病人通常會出現心口偽悶,俗稱心腳痛的情況 有時會心臟不正 如果嚴重的時候,心臟病發就會劇痛,休克甚至死亡 長遠來說,冠心病會導致心臟水潔 有機會出現氣速或手中腳中的情況 有幾類高危的人士會比較容易患上冠心病 首先是煙紋,其次是有三高人士 例如血壓高、糖尿病、膽膽固醇 還有肥胖人士和缺乏運動的人 這些人都是比較容易患上冠心病 心臟病其實已經是繼癌症之後 在香港第三號殺手 心臟病之中,尤其是冠心病是最主要的死因 根據2017年的數據 香港每日平均有10.6個人死於冠心病 而冠心病亦有年輕化的趨勢 所以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首先要診斷冠心病 有些基本檢查要做 例如抽血和心電圖 心臟科醫生亦可能會為病人做一個心臟超聲波 Echocardiography 但是想要仔細地看看 每一條冠狀動物有沒有病變 以及去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要用上冠狀動物電腦掃描 CT scan 這個冠狀動物掃描CT scan主要有兩部份 第一,我們會看看冠狀動物有概化分數 第二,我們會用上顯現劑 顯現劑進入身體,去到心臟 經過電腦掃描之後 我們就可以仔細地為每一條冠狀動物作出分析 找到它收窄的地方和收窄的程度 將報告給心臟科醫生 從而協助心臟科醫生作出治療和診斷 新一代的電腦掃描主要有兩方面的優勢 第一,它的輻射劑量比以前低了 第二,它的速度比以前快了 舉個例,以前的電腦掃描做冠狀動物 它的掃描時間可能要經過幾個心跳循環才完成 現在新一代,我們有一些Duo Source 雙元的電腦掃描 完成冠狀動物只需要一個心跳循環就可以做過 早前我都說過,冠心病有些高危的人士 會比較容易患上 例如吸煙人士,有三高人士,肥罐或缺乏運動 如果你有以上的高危因素 我都建議你找家庭醫生或心臟科醫生做一個評估 逢而決定是否需要做一個CT scan 另外,如果你已經出現冠心病的病徵 例如心絞痛,心臟不正,甚至乎是氣速等等 請你盡快求醫,從而作出適當的診斷 很多人都擔心輻射這個問題 沒錯,電腦掃描會產生少量輻射 但其實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舉個例,絕大部份的冠狀動物電腦掃描 它的輻射量其實是低至2至3毫升或以下 很多時候只是1毫升 香港人其實每年都在接受2至3毫升的背景輻射 所以一個冠狀動物電腦掃描 其實只是你幾個月的背景輻射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如果你真的有病症或疑慮的話 應該盡快求醫作出陳奪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